各位觀眾, 恭喜發財, 這是雞年的大年初一 其實現在還沒有雞年 我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我經常不出去吃飯 那天就捉了我去吃飯, 還有那班信教的 誰知道每個人都問我這個節目為何會停了兩次 我說為什麼你會知道? 每晚都會追過, 即是證明遠在多倫多 都有很多慶眾 是不是很多? 次觀多觀眾, 怎麼辦呢? 是, 真是 今天你們列出的這兩位 一個公子, 一個女王 我實在答桌子 其實我也不在 女王, 日本剛剛回來了 大家講述, 很多人看 是, 沒關係, 今天呢 我們坐一都做節目呢 跟大家講一下 近日這幾個奇談 我想大家呢 為什麼叫蕭公之來呢 因為她都是怪卵專家來的 哈哈哈哈 聽一下這個奇談 第一個奇談呢 就是為什麼會在沙田 會給500元黑衣服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不起啊 女王 這500元給黑衣服很多人呢 這個是專業黑衣服 哦 不是真的我們看到那些 不是很專業的 其實不算很專業的 內地那些專業哪些 是用QR Code給錢的 Scan一下那個手機就可以了 哪手用現金的 還叫你拿 還要調髒的銀 是嗎 紙幣那些很髒的 是 不是 這個呢 可以說 哪個師爺教他這條 會是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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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真是 這個師爺值得打掠 主任的說 這個公關大災難 那 so far你發覺 林鄭那邊 所有公關都全部都掉了 不如你幫一下她 是 我都說了不出聲 不如你幫一下她 不如你幫一下她 不不不不 不不 好老實實 她又讀病當選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呂王在那裡敲問我 不關心 禁室還禁室 都沒理由敲問我 各位聽眾 我們是否為了全香港好 我們應該叫阿肥仔 哈哈哈哈哈哈 出閃 對啦 這麼深不是要夾我 我說話 我講話 我答台 Come on 你幫一下 阿公子 阿公子 你為了我們 七百幾萬人的 嗯 我又有聲音 嘻嘻 看一下三 不好意思 我們 尤其我是完全電腦發� 三號mine input volume 是否五六左右 多少 三號咪的音量是五、六左右 現在是五、六左右 我聽到很清楚 我聽到就有 明早有沒有人聽到我講話 問問MiuJun 阿豬就發訊息給我 有沒有聽到聽到我講話 女王不對咪 聽到嗎 新年快樂 開大一點 不要 等一下拆位 有沒有人聽到我講話 我們技術人員今天不在 好大聲 對不起 其實是聽到的 好 為什麼這個計程 一個觀念在哪裡坐 我想問問兩位 你的咪嗎 林鄭去 visit 黑蓋府 其實就是這些 這些叫做過猶不及 以戰論戰的朋友都是這樣說的 的確老人家 是以執行為主 他是一個技術官僚 所以以執行來計 他是沒問題的 但是煩就煩了什麼家科 他從來都不用搞親民 他是精英政務官出身 白金星降機一直捱到 一人之下 所有公務員之上 這個位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行政為主 你叫他搞政治公關 他上次不是已經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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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說要親民一點 所以於是先前沒有Facebook 又沒有其他東西 忽然之間要搞到下區 又要開Facebook 然後還要跟外來輸入的專業 丐幫打交道 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公關show 那就出事了 其實我又覺得他不是真的沒有公關經驗 沒有的 你不要想一下 2017一定死得那些幾次天蓋地的公關活動 那一下子就搞到大家四腳朝天 你不買 如果公關是怎樣 他怎會不買 因為他銷售的產品不是他自己 那他沒有上身 應該就是你銷售的產品之前 是否說得好 這個就是白龍點睛 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比較一下 葉劉就去睡一睡棺材房 他睡棺材房不介意 師官 很壞 建材啊建材 建材很厲害 去找一個建材房 為什麼會想到去建材房呢 這個也是莫名其妙的年近歲晚 這個是不是又是親民呢 那個是舊的 又是何喜華 上一次也是這樣 煽到堂堂四腳朝天 所以就是犯了犯災 林鄭就不支持何喜華那一套 因為他跟商界打招呼 他跟精英打招呼 那現在有兩條傻人 聽了何喜華那一套 那就下去看劏房 跟上一次堂堂 看劏房不需要去睡那張床嗎 問題就是 所以說香港沒有政治人才 就是這樣 所謂政治領袖 你聽過黑衣說 你聽過丐幫說 那就糟糕了 你覺得這樣就是政治人才 真的呢 使得你投契 為什麼呢 這句說話 在我來說 只能夠證明了 柳女士那句說話 是對的 什麼 柳女士說 香港人 搏東西都沒有地方 你看看劏房 你就知道了 那個劏房 不用看他的劏房就知道了嗎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 你用任何的體位 那個劏房都發揮不到效力出來 所以要練瑜伽 你知道嗎 因為很有幫助 你不是以為劏房裡面 可以有事情發生嗎 如果你飛機裡面都可以 那劏房一定可以 情調很不同 瑜伽又妙用 那個劏房 除了是這個 縮骨人可以做得到 全宗接待之外 沒有人做得到的 蛇精 蛇精 蛇精都屈不住 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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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明白為什麽 難說 你會發覺這些五年前已經出過舊 現在還在繼續在reloop 香港沒有政治公關 這個已經是全停的 反而 薯片 薯片的公關秀 他自己一手包辦是搞得很棒的 這個四個字都說了 是 厚積薄法 有人說了這件事 因為他一向的泉底就很多 所以他隨便把餅碎出來 薯片碎 都吃到你覺得很滋味 你要雲呢腩味 還是要芥辣味 燒烤味都齊 現在他對到香港人的嘴 有少少背景原因 大家留意一下 他是美國名校出身的 有誰不是 現在香港絕大部份的 所謂AO專業人士 都不是美國名校出身的 葉劉姐姐都去過什麽史丹福 他師傅都不認他 但是Diamond有教過他的 他說他跟Diamond爭辯過 問題是Diamond說他的東西是錯的 所以現在 我也在香港上過Diamond一堂 現在他師傅說他的東西是錯的 所以要記住 你小時候在美國名校大學出來的那些小朋友 他本身已經在大學裡玩慣政治 我自己讀大學的時候 都經常跟那些小朋友開會 怎會不知道 一坐下國際會議 幾十個國家代表都出來 日後開會晚上 每天晚上劈酒攬某一邊 聊天說話 第二天早上出來投票 基本上就是聯合國水平 所以香港基本上是沒有這種土壤 去猶勢培育這些人才 所以為什麽說薯片 胡蘇仔後積薄發 其中一樣東西 你看淵源 他在哪裏讀大學出來的 美國 曾蔭任權當然都是三顧草勞去挖他過來 因為他在交換的時候 去美國認識猶豬仔 所以變成就是這些三顧草勞請出來的人才 而他本身的背景就是在美國的大學外 玩慣政治出身 但我又這樣說 即使如果他作為一個幕僚 他推出一些很好的計策給他的老闆 但到了他自己為自己計謀的時候 很多人在這個時候會出事 因為你將自己作為產品 就不同於你幫別人出財政策 沒錯 同意 但這件事反映就是 其實香港人現在 你在四個裡面 你面對一個全民眾 你老友啊 七八票啊 七八票 立即DQ其餘三個 一個就含著一泡眼淚問你 問我好差嗎 這樣的業縫 數到五百左右 你跳到七百都很厲害 現在什麼 現在正在做勢 做王大會 做勢還做勢 如果記起日子的話 應該是2月7日才做勢大會 暫時是胡官有政綱 所以應該是2月7日做勢大會 你才看到什麼人站台 政綱如何 還有站台那些 拿到多少票 都說我真的在數 1194票人名 我都對清單 沒空慢慢數 問題是事情 日日發展當中 最新情況 就是林鄭那邊 應該邀請了這個 范璃 做高級顧問 所以他開了很多名堂出來 自殺 不是自殺 不是自殺 視乎你是要枯什麼票 想清楚你要枯什麼票 說一點點我親身經驗 你可以聽聽 說范璇 不凡勵太女 也行 此官請說 很多年我就在中環 我在堅島住 下那條電梯 就下來中環 搭地鐵 當日范璇 就在電梯下 就在派出宣傳單張 是他的宣傳單張 一看到我 就馬上跟我招呼 如見到一個很好的親人 但他招呼錯了我 他叫我 專子 畫漫畫那個嗎 是啊 都是我老大 都是我同學師弟 他叫了我做專子 我想他是一個 出來選立法局的名人 名流 怎會見到劉天賜 會變成專子 差很遠 如果他叫你做土地工 我都覺得 make sense 你都很切好你的工作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一說我是拔萃前校長 都不是奇 但怎會見到 還是范璇麗泰 我就覺得他 真是 堅尼地 哈哈哈哈 應該就是范璇那個年代 可能和專子的關係緊密些 經常有漫畫諷刺他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他可能想 想後見過專子 那你可想而知 范太仍然是堅尼地的人 是的 現在做公關 我也不覺得他 轉了這麼多年之後 有進步 他應該就不是真的 前線做公關那些 所謂什麼 高級顧問呢 是後面 去政協人大那邊 拉票 所以很不同 所以很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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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沒有哪一個 所謂候選人的公關 像樣的 你那個 如果你說范太 是拘捕政協人大那些 那些 不就是拘捕商界票 不同 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剛剛 林鄭已經去了商會 已經聊天 商會已經說了 會拜他 說了 正正就是因為 唯一暫時未落 去做草根工作的 就是林鄭 所以很明顯 商會已經買了 所以為何第一次 發覺林鄭出來 她不是社會主義者 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兩位我又想請教一下 請教 既然是靠過千二位 或者不夠千位的選委 那做什麼還要下去 草根 可以忽略 所以就是路線問題 很奇怪 陰陽怪氣 原因就是上一次 豬狼相鬥的時候 豬豬哥就慘死了這件事 就離地 不看出草根 諸如此類 又私生活 又不點點 有個什麼 有個女人在外面 對 私生活 諸如此類 很多東西被人堆了出來 就離呢 就離出到老婆的招 老婆招就離出 用神術 用妻術 用妻術 又有第二招 看怎樣出 次官要慢慢分析這些技巧 各位候選人要聽聽次官說 我發覺這個世界很過癮 編劇做得好的人 做政治公關應該都比較高明 我想請你出山就差不多 次官 偏劇做得好的人 通常都發達的 你知不知道 次官現在就退休了 你已經開心了 美國就是 在香港就越來越包兜 當然不是 次官肯幫忙給他們 獲益良多 你解釋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 既然搞定這些政協人大 就算了 還有什麼還要搞這個 我知道 女王說 女王說 隨便 因為如果他只是搞人大政協 只是跟商會談的話 那又怎麼見報 是不是 他今天不是養那種啡色的五個水 給一個黑衣 怎樣突然他的慈悲為懷 怎樣有聲音 怎樣上報紙 他當然要玩洗版 有聲音比沒有聲音 對 是 霸板霸板 沒錯 有虛有實 霸板一回事 所謂虛與實 是什麼意思呢 上一次六八九做得這麼難看 唯一是拿回一些分的 就是所謂民調裏面的民望 所以所以你發現 tumors 爺爺就鬧了幾個條件 för了 除了說你非常好 要做得到 是 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民望高 要市民接受 所以就算普羅大眾 就算你沒有權投票 為什麼候選人也能出來 搞公關 吵吵吵 找小朋友 又要去睡劏房 又要作出辦親民呢 就是因為要滿足你的考試條件 然後是有check box的嘛 不是票的問題 而是要好好體會 中國人經常說這些要好好體會 所以你沒有辦法不扮親民的 但至於你是否真的玩過火 那麽也不是 所以其實數票,基本上林鄭仍然是帶頭的 但是你沒辦法不做很多公關的事情 除了所謂的check box要交供貨之外 有一點影響的是什麼家科呢 的確除了工商、專業之外 政治團體之外 你始終還有勞工和社福是有很多票 這次其實社福那邊已經站在泛民那邊了 你想一下,如果你要罰票 五年前罰得太認 之外你還可以罰什麼票呢 所以變成五年前的慘劇 現在大家盡量避免它發生 就要玩安全 其實你要避免一個慘劇發生 並不是安全 每天戴著頭盔和十幾件雨衣 首先要有腦 而這群人過去五年 如果每次都很麻煩 對不起,有沒有撞到咪 每次都很麻煩 而都沒有掌進 掌一點知識的話 多少個頭盔和雨衣 一樣會被撞到飛起 對,同意 老實說你五年前就覺得 哇,梁振英是個顧家好男人 因為唐英年是大滾友 這個自動的對號入座 不代表你這次不跌入這個陷阱 我的看法依然是 我的看法就是 現在唯一一個有出到政綱的人 居然是大家認為他最選不到的人 我想問香港現在什麼事 反而大家現在民望最高的人 他也是沒有政綱的 未出 未出 即是沒有 我未交卷便是零分 時間是很緊張的 因為二月中就開始 提名 二月底的提名完結 但是三月已經選了 基本上那個時間表 夾到沒有地方轉彎 再加上今次的分裂 因為我有點踩錯誤 記錯誤,是戰中環 不好意思 這集其實是禁室 不好意思 圈奔奪主 不好意思 問題是現在數出來的 先透露一點 小弟那個數票的工作 數到現在 都未有人過到 或接近六百票 這是最麻煩的一件事 又健身低 不是又健身低 你怎麼也數不到 你發明了三百多才算 極其量 你說上一次最厲害的 就是可以立上一次唐營的兩百多票 唐營已經表態 他現在就不會站在哪邊 聰明 其實他背後會不會說話 大家知道他背後一定會有事做 問題是唐營的兩百多票去哪裏 現在是眾說昏雲未知 第一,自由黨 那裏是否支持誰呢 明白嗎 很明顯黨和主席的站位 不是很相同的 另一件事煩的 雖然商界裏面 雖然商會那邊 傾向林鄭 但裏面有很多暗勇 還有那時候 梁振英插了旗 在裏面 所以那裏是未有大局形成的 還有那裏的商界代表 是不是真的會支持一個梁振英路線的繼承者 呂黃的就踢到要害位了 上不穿走不穿 那裏面穿很陰濕 要害 一路一路 心寒 這些女人真厲害 裏面穿就踢到你 尖頭高跟鞋 你以為她是葉樓嗎 高跟鞋放在桌面那裏 不會 那件事又是特別疲懷 搞笑 搞笑 人家不是看你的高跟鞋 而是看你的腳瓜囊 你可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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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酸酸的 我呢 我看到 本來就有點碎 但是可惜 這隻鞋太漂亮 襯不到那個腳瓜囊 哈哈哈哈 偏劇真是偏劇 厲害 這個功關 這個功力深厚 四兩撥千斤 其實我真的覺得 如果現在那四大候選人 應該在forum上挖四個 不用了 就挖次官 可以了 是 小你去吧 好嗎 瓜田你下屍 閃開不避嫌而 免醒女王 又抱頭抱頸 又是想請教兩位 想請教 上一屆 互挖倉巴 是很厲害的 是啊 梁正英就挖他的倉巴 阿棠就拍梁正英的倉巴 甚至乎挖到最後 就是 說謊 哈哈 我看看怎樣挖創八 兩個都是AO 我相信 我們 認為有政綱那位法官 未必能進得到 可能只有三位 可能只有兩位 這兩位 或者三位在這個 鬥秀場裏面 怎樣挖到創八 你都說了 你只多說他敲 說他做事不認出 沒有啊 基本上都是沒有倉巴可以挖 很明顯 這次沒有倉巴 那沒有倉巴挖 在競選對 大家用什麼辦法 來對方 使對方 暗入一個困境 這次選舉 用上少許 你的思考 此官不用的 只要幕後的公關人才 繼續出竅 就自然會有人 不斷地出醜 哈哈 你不用挖的 現在是紀制座 我現在 你問我 你問我 你問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我就覺得 林鄭自己 找些倉巴出來 給人家搞 第一 你就無端端白事 拿張八達通 就走去搭地鐵 是 是一定要搭地鐵的 還有呢 你可以深夜 去rehearsal一下 如果沒有回答過 既然說到自己 窮婦人家出身了 那就試一次 告訴別人 怎樣搭地鐵 不要那麼出醜 去到臨時 不懂怎樣過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沒有理由 去新界 那個地方 找個職業婦女 來試那個 五百元 那五百元 是錢 以前我們叫大牛 我真的自殘形畏 我現在成五七十歲 是沒有收過一張 一張 禮士是五百元 事官你等我能夠交出給你 但是等我 知道嗎 我真的沒有收過一張 一封禮士是五百元 最大的一張是一百元 二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我感覺到自己 老人家是收生果的 是欺子不如 是欺子不如 真的是自殘形畏 這是比較煩的 第三 我覺得睡棺材房又是一個相當滑稽的事 你不就搞到被人寫 被人做第二次的創作 那何必要搞到睡棺材房的床呢 很多東西就自造倉巴被人說 是沒有其他倉巴了 這不是怪事 我想還有很多 我想都是策略 就像呂皇所說 你太悶了不要玩 製造一些雙筆出來 給野人玩 起碼大家記得 這兩位看情形 家裡不會弄一個泳池 不會偷見弄一個泳池出來 睡在地牢上看著上高 有美女游泳三點式 沒有這招 沒有這招 我看最多是紅拳對螳螂 有這招 我覺得需要找一次公開打打 就像上次那樣 在澳門新花園打的那一場世紀之戰 就是太極對白河 請阿莊珍出來整場擂台 這場擂台就找一個香港師傅跟他打打 最後呢 贏輸也不要緊 製造了新聞 如果打贏呢 拍攔手掌 你的想法呢 阿莊珍早兩天 都類似出了 他出了一段新聞 就是他當年 跟阿欣子丹 拜師傅 看他們當年的照片 他還說他曾經勸了阿欣子丹 不跟別人打架 不都可以 是啦 然後呢 怎樣街頭表演 其實他很能打的 即是武林高手 他找宇宙最強托自己 嗯 我就覺得呢 就是可以搞一場 恩子丹和John曾先打一場 就是友誼比賽 但是呢 就中間之前可以搞很多活動 譬如簽生死約 譬如大家互相貨綁 互相對馬 互相賺對方 或者呢 灑醋功夫出來先 嘩 好多事情搞 你記得那時候給你 好巧啊 叫做阿里 阿里 阿七眷王 嘩 多少事情搞啊 嗯 好功夫 雖然呢 將來呢 就選不到 但是呢 中間這場戲呢 大家香港七八萬市人 市民都喜歡看的 看得開心 是吧 感度良好 如果這個時候呢 次官你又跟你舊公司 談一談這個 特約的這個獨家直播 那你家家公司呢 就立刻轉虧為型了 差一點虧 差不多虧了 一定 一定一定 一定 再不對呢 不打中虧功夫紅拳 就打西洋劍 是 打他可以 打他可以 好了 11次西洋劍 又是呢 我看呢 又是轟動全港 不知道 全世界 反正現在都希望 好像特朗普那樣瘋 可不可以瘋到特朗普呢 你一定 搞完這些事情 都瘋不到特朗普 不如呢 就請我 或者我們幾個呢 跟他量度一些 跟阿曾 反正選不了 沒有了 是不是都先養一養出來 嗯 這個世界呢 起碼流明 起碼開心了 人死了 沒錯 那兩位女的候選人 女的特首候選人 我又出一條狂了 我就覺得 應該做一個 pool side的pajama party 是 然後呢 就坐那些 那些水上香蕉 就是鴨仔浮泡啊 不是 香蕉 他們兩個就坐香蕉船 接著呢 就枕頭大戰 誰先掉下水呢 香蕉船啊 是 水上香蕉船 就是泳池枕頭大戰 泳池的睡衣派對枕頭大戰 會不會香驗了一點點 那你要新聞嘛 你要鏡頭嘛 你要新聞 你要眼球 是不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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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眼藥水要暢燒 嘩 洗眼水 嘩 嘩 他說好打得不是這個意思啊 大哥 哎呀 不是那隻 有人說好打得 不是那隻好打得嘛 有人已經回覆了 三分腰說網絡打飛機就可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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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請我看頭 啊 葉劉蘇的美腿給你們受不受 美受不受 不知道蘇美腿啊 你還要三點息啊 大哥 你怎麼搞啊 我管他瓶嶺 總之 他肯坐在香蕉那裡 接著呢 來這個泥漿蕉角 是不是泥漿蕉角 就是泥漿蕉角 我覺得OK 泥漿蕉角也好啊 呂王 你說什麼 泥漿蕉角是好巧啊 誰啊 泥漿蕉角 泥漿蕉角 不是我說的 是Daniel Cito說的 是觀眾說的 是啊 是啊 好巧啊 這個好巧啊 泥漿蕉角 是不是比500元給丐幫 老老實實 這個泥漿蕉角 我提供一點點餘見給大家 因為現在不一定要泥漿的 有一種膠漿 就好像泥漿一樣 他不貼的 不貼身的 就是日本兒子 用來做沖漿 泥漿 用那隻啊 AV那些啊 你真的被探長教壞了 我告訴你 次官我對你很失望 你怎麼可以被探長大壞 他小你這麼多 畢竟都有20年 差不多了 有沒有 有啊有啊 他最多是我兒子的 是啊 你知道哪一隻啊 什麼 你知道哪一隻啊 我當然知道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我才會不知道 那隻呢 那隻不貼身 不立即 不死後來 你知道那樣東西 有一個花名的 你知道叫什麼 鬼口水 是嗎 嗯 繼續繼續 對不起 你說玩得很開心 那這件事 一定要 我覺得 這個選舉 反正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幫林鄭 就違反中央 那不如 娛樂化了她 這個說話 我一聽的時候 我當堂打冷陣 不知道兩位聽到 打不打冷陣 我真的打冷陣 為什麼呢 這個是洩露國家機密 是國家機密 國家是要搞一個 堂堂正正的選舉 所以不只是說 這個公關大災難 都不只是這麼小事 所以不需要對方爆 自己都會 create 無數的危機 給自己探 是啊 這個呢 這個你爆了一個國家機密 這個東西 以前 如果 稍一不慎 這句 這句說話 可以招來 終身監禁 或者殺身之禍 那為什麼這麼有膽 陳 陳 財主 夠膽冒這個大不韋 說出來呢 那我呢 就擔心 是不是現在 是去了一個危機 不說這句說話呢 勾不到票呢 那 那 財主和政治水平 兩回事 所以 這個 大家不要混為一談 第二 算不算洩露國家機密 是不是真的有件敢事 大家都不敢說 那 他只不過 就是 其中一個啦啦隊 說這些 那 是否當真呢 真是不知道 哦 那你猜測都不對 我記得呢 當年 阿耿彪呢 這個大將來的 嗯 講了一句說話 被鄧小平直斥其非 嗯 我越來講不算 我講才算 你記得嗎 胡說八道 是啊 胡說八道啊 嗯 那就是說呢 在我們這個角度裡面呢 是不能夠胡說八道的 是啊 胡說八道就是 透露國家機密 死罪啦 嗯 是不是呢 是啊 所以我覺得呢 我為財主呢 金主呢 心寒 因為他不能夠 沒有命的 他沒有命呢 我們少了個電視台 又少了個電視台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只剩下一個了 暈倒 這個電視台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呢 就是 聽到很多新消息的 所以呢 不能夠少的 像成報一樣 不能夠少的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不能夠少的 一個都不能少的 嗯 所以呢 所以我們經常這樣說 不要亂說話 尤其那些候選人 不能夠亂說話 嗯 如果亂說話呢 我們就為他擔心 事官啊 你說的事情 要有一個前提的 假設就是 他分得出什麼 叫亂說話 還有 不亂說話 是不是 煩啊煩在今次 但他分不到啊 現在 煩啊煩在今次 大家 同情地理解 大家 幾個候選人都踢了腳 因為阿狼英 真的48小時通知不選 你想一下 為何整個部署會亂說話 班底又不齊 氣策也未讀好 稿也未夾過 事官 即是 做大台 我就知道了 連出通告那些人 都會亂說話 你那個氣班後台 服裝還未埋位 化妝那個又不知什麼事 道具那個又沒有了 劇本還未寫好 飛鴿傳書 那你當然是亂作一團 現在 我反而覺得很正常 現在很簡單 現在 告訴你 你明天嫁人 婚紗也沒有 酒席也沒有 然後婚姻註冊處 還未能登記 你嫁一條毛嗎 你不明白 你就是八月光啊 什麼叫裙拉褲子 次官就明白 廣東人說的 這是很傳承的 什麼叫裙拉褲子 你知道嗎 是屯拉褲子 這個呢 是不是斷線了 沒事沒事 在稍等 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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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是沒有問題的 行不行 行行 行行 想稍微斷斷線 不好意思 可能笑得太大聲 不好意思 但我們的Live又沒有事 Live又沒有事 你可以看到的 我剛才說黑了 黑了 不會不會 剛才斷了兩秒 不好意思 嗯 好 沒事 繼續 OK 我覺得 呂黃跟我說 我覺得 前任法官 有政黨 因為政黨 都有危險性 對 例如 為什麼呢 有危險性 為什麼呢 因為它 重複一歸立 只有一個字 這個字 就叫正 要正 正 你坐得正 就走得正 就站得正 就走 就做事就正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 剛剛就不是正的 這個世界 就是走 另一條路 就不是走 那條正路 正路不由 那你提出正的那些 那些千二個 或者上頭的那些 老闆 覺不覺得你正 反而是 在阻礙地球 次官你說得很好 諸八戒最怕什麼 照鏡 照鏡 對 現在 現在胡官 剛才我們出了一段 就說 叫那兩個 兩個女士 兩個女士 黎張摔角也好 坐香蕉船 你建議交張摔角 次官建議的 我就說 如果是 胡官 你不如做一個辯論 游禮 沒錯 真的是電視辯論 我們就看看他們有什麼 說 上次都有的 是 即是候選人電視辯論有的 沒錯 出了政綱之後 董會安排一個 即是港台實會安排一個 論壇 辯論對答 不是 我呢 我就覺得 現在可以一個 支持一個辯論師 是的 你這樣做都成問題 譬如蕭公子 你辯論 辯論隊專家 教頭 你出個題目 你出個題目出來 有什麼題目好的 叫這四位人兄 分別好像真的辯論隊出來辯論一次 可見真章 裡面我們找些評判 有人民直接投票的 有專家給分的 當然 有一個主席 像你那樣 大粒 主持 但你不能發聲 你不能給回 你是主持 你說出個什麼題目最好呢 或者你出幾個題目 這個基本上是港台會處理的 幾個候選人都基本上不會接受民間提議的 所謂的題目來談的 基本上可以死了一條心 我出個題目 如果沒有辭子 你應該怎麼做 這個純粹是一個搞玩笑 呂王可以出一些過癮題目的 辭子 就不禁說 如果 要出一個題目 你出一個什麼題目呢 他的題目很厲害的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辭子 你怎麼搞呢 我有辦法 沒有辭子就除對蜜 哈哈哈哈 你怎麼出去 你無謂搞到自己一塊塊 唯一一個可以捨棄的就是對蜜 是 他就夠用了吧 線蜜 可能 地路蜜 都可以 果然是國台 此官 真的厲害 這樣才以為 你看到人能不能馬上解決這個問題 對的 你 大師 你當沒有人參加 你出個題目給他們又怎樣 出個什麼題目給他們玩啊 嘩 嘩 這下 真的 要好玩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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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喔 要好玩那隻 好玩喔 如果 你沒收了裝甲車 你會怎麼處理的 通常都是這樣 這個是香港的摘戒的問題 那好吧 如果又可以撿到裝甲車 要怎樣找些物主出來認數 沒有啊 你出一條再讀一點 一定沒有人敢回答的 就是如果中共一夜之間解體 你應該怎樣帶領香港走出這一步 就是中共解體 對的 你給我接掌港台 是大王的 你四個人 我給你一些最難回答 對的 多好玩 這個是真的 大哥 是不是 你不要跟我說 今天胡蘇說 他會開發多些土地 解決這個住屋問題 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廢話 為什麼呢 其實每個選特首都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問題是 你上了台你就彈票 這個也是預期的 要不然就不會搞到 要搞交易公園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我看到那些人的留言 都已經吵了 說真的 你每天照一百五個 你建了很多房子都沒有用 那些人的留言 照說這些 那好吧 那既然八五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胡官出了聲 他說他會搞 是不是 他說他要取消這件事 要談過 其他也是沒有人說的 所以其實聽眾已經想到 我是撐這個 但是呢 Having said that 就是 最關鍵的問題 那八五也好 你香港的這個長遠 房屋政策 是不是 還有我們的 為什麼會沒有真普選 這些全部 都是後面那個 龐大的利益集團 叫做中共政權 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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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 又叫做 什麼問題 那香港人如何自處 是不是 不說 不談 這個真是考慮的 不是開玩笑的 開創意 這個特首 你如果 萬一面對這個問題 你怎樣處理這七百幾萬人的福字 這個真是七百幾萬人的福字 不是開玩笑 是不是 我想 很多個想都沒想過 這個真是危險 肯定沒想過 想都沒想過 就是 就當了一定是 就等於我們 當了天一定不想一樣 哈哈哈哈 這個世界黑天狼 是不是 所以這個真是好奇 但這個不是天 來的 這個是鮮花板 天和天花板差很遠 哈哈哈哈 你記得整個大個天花板嗎 哈哈哈哈 是 多大的天花板啊 哈哈哈哈 含包散 一整個塌子塌下來啊 是嗎 你記得嗎 所以呢 天和天花板是兩件事來的 是 你要擔心這個天花板塌了 怎麽樣算呢 很巧啊 嗯嗯 好 我想問一下兩位的意見 就是 又是陰謀論 又是陰謀論 香港現在呢 是淪陷到一個地步 第一就是 你的特首 你這個區 你市也好 去選市長 一個國家選總統 OK 全部都是大家有份的 真是公民提名 真是有份投票 但香港這個地方是沒有份 已經夠荒謬了 跌離街 接著還要搭的士去拿次子 有一個荒謬 五百元給黑衣 還要是 內地專才 再荒謬 是吧 擺一隻金華火 給上台 那是特首候選人 再荒謬 都不要緊 OK 好了 荒謬之中的荒謬 繼續出 就是有人 今時今日 大家不是看候選人選什麼 正剛說什麼 正是不斷地 吹風 中央怎樣怎樣 屬意誰 阿爺又怎樣怎樣 這件事 很老實 很老套 很老套 騰雞 實情 為何這麼騰雞 已經說了 因為有人48小時通知要下車 其實林鄭 真的沒有想過要出來 所以為何說 所謂要 不要說假存政治 為何每次都要 要拓延懷中央的意思 大家玩慣這個 捉慣棋來計 你就知道什麼 什麼情況下 你會聲大大 甲惡的 你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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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想一下 梁振英過去幾年 佈了這麼多局 擺了這麼多人 上了這麼多位置 分了這麼多位置 答應了這麼多餅仔匯分 忽然之間48小時下車 你想想那些人 如何自處 明白嗎 所以你背後要明白 暗勇 你就不會覺得奇怪 前台那些欺負東西 的確是亂作一團 所以我現在真的 就是數不到有人有600票 較早前還傳到 滲腰塵上說 胡蘇是習皇帝熟義的人 因為他眾裡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都要跟他握手 是 找他出來的 對 硬撞他出來 搞到 哎呀689 就要生氣了 彭桃到一抽 然後 然後終於握手 他就很開心 他是故意放進去 是攝石人 對 但之前那個很大聲的傳聞 就是說 其實熟義是胡蘇 到現在 又變成熟義是林鄭 那些人當然這個推斷 就是板塊之爭 就是西環vs習皇帝 到底你們兩位怎樣看這件事呢 嘩 又妄議大政 又要洩露天璣 又豬九族 但是 這麼深 你們要說就可以 好好好 你博他不聽 我不讓人抓去九族 才算 不要留意 剛剛已經交代了背景 就是騰雞 然後 你回到鏡頭來看 其實 somehow 你說 胡蘇的背後沒有影響 就是假的 有很多人的解讀 就是說 這麼久也不批准他辭職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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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 有時候 從大署著眼 斟著這些小事 就意義不大 end up 一早已經說了 是要等候胡蘇 同台競爭的對手 才一起批准他辭職 大哥 根本就是未碎碰林鄭 未安排好些事情 那你怎麼叫習大大批准胡蘇 先辭職呢 明白嗎 那句話叫做 好好體體 明白嗎 所以有一件事 胡蘇是沒有說錯的 就是 他怎麼也不覺得 做了幾十年的事 中央會不信任他 至於是否真的陰點 親自提點 即是進入禁宮裏面 可以說這麼失說話的 這個我就無從猜度 但的而且無論怎樣看也好 現在這樣放一個局出來 是有很多人很騰雞 因為胡蘇的而且 贏面是高的 我不計算是否票 所以你會發覺 唐糖出來說話 就很完妙的 剛剛才說完 他各打五十大板 反而他一個 嚇死你的話 說出來 反而這麼多候選人 當中 面面俱緣的 是葉劉 你猜不到 所以他發覺 唐糖說話 這次很有技巧 就說胡蘇 可能管金融的厲害 不過管政制可能不厲害 的而且上次 胡蘇全身而退 很重要的一點大家要留意 不好意思 踩過界議戰論戰 議戰論戰 上一次唯一政改 沒有做炮灰 是保持原狀 沒有任何損害的 是胡蘇 都沒有他的份 Exactly 所以他記得 唐糖說這句話 有骨是甚麼意思呢 他是提醒大家 你還記不記得 那三線刺頭 不是啊 是提醒大家 其實在政治問題上 最沒有蝕章的是反話 是說胡蘇最沒有蝕章 亦都是說胡蘇沒有得罪的任何人 尤其是現在最敏感的政改問題 明白嗎 唐糖表面上說他讚林鄭也好 說林鄭這方面做得好 但是說林鄭可能經濟方面沒有胡蘇 這下人真是很心狠手難 香港人很重要 即是說你要管著香港這隻大船出海 靠舵手 你說你金融不夠班 所以這件事是 你問我是很毒辣 不是很重手 我知道阿朱這份人不是很毒辣 他很愚蠢 問題是這下人手下得很重 所以其實你前後一對比 是正話反說 反話正說的話 其實就是捧著胡蘇 捧著胡蘇 捧著胡蘇 踩著林鄭 所以變成這些事 大家真的不要被表象帶歪了 以為吹風的一定是他 要支持的一定是他 未必一定 因為你要明白 現在唐糖身為政協 什麼位置 常委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也可以反映到 就算是政協人大的圈子 也不是一面倒 所以我數來數去也數不到600票 真的不要怪我 那1194個名字 我全部都寫出來 我全部都寫出來 所以雖然林鄭這次 找了很多很重磅的 在背後幫忙 所以怎樣呢 范璃不是在於她的前線 做什麼公關 范璃是要幫她 穩住 老一批 政協人大的圈子 OK 所以兵空戰危 我才這麼說 不好意思 踩錯街了 這些事情 星期三都可以說 反正雷王問到 都說出來 所以是范璃 我覺得公子說 唐糖 這個 陰招 那招陰招 是真是很厲害 但是唐糖 你知道 一個敗軍之將 就是當年 她都輸了 她調戲 托住得很厲害 我也相信 當年 她也在報名前 就不會沒有接到 暗餘 她不能夠勝子 暗餘一定有的 這個暗餘 如果收到的人 一定覺得自己有把握 自己去報名 真的 難道是台平嗎 她都很急 在急轉席下 她才沒有票 你記得 我笑的那些 尖掛界 寓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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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呂王 十四個人 不知道只有四個人 是沒有貼 唐糖 每個人都貼了唐糖 居然就死了 所以今年就好了 這群 全部 不敢貼了 一貼又貼了 當年最聰明的一個 就是學到我們 就是講反話 或者講笑話 或者講 這個 壞論 就是李居明 大師 他說 葉劉會當選 你不記得嗎 葉劉根本沒有報名 他就說葉劉會當選 喂 他現在說我早了十年說都可以 是啊 那變了 居士 這個居士 真還是假 我都未敢肯定 這位居士 居然 用一個怪論方法 撒掉了 其他 各個專家 都 嚇唬 的 證明 一件事 當年 其實像那個 氣勢 這班人跟風 跟龍頂白 就是去唐糖 那為什麼唐糖會突然間散 又是突然間 好像現在的正說 嗯 他接收到這個物資的時候 他都相信自己可以 我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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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接物資 但是呢 他都知道自己未必 都要跑一下 就終於被他贏了出來 他自己都鬼迷這麼高興 啊 啊 我相信呢 兩個人都接了物資 都是去報啦 但是問題呢 後面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看都從 還未作出一個肯定的決定 因為呢 這些是 我們中國 偉大中國共產黨 最厲害的東西 嗯 都告訴你 是 是 謎底的東西呢 一定要大家看 要不然呢 怎麼大家猜到這個結局 看一部戲 要不要看呢 次官啊 其實呢 我們說回戲劇呢 就好像這個 金田一一 那樣 一定是死了人之後 才會解開一個謎團 是吧 慢慢都未遲 你未死人是不會解的 戲劇呢 最重要就是 使得有追憾性 追憾性的意思就是說 不斷有大元念 不斷有東西被你估計 那所以呢 這兩個AO之爭呢 都是一個大元念來的 我認為呢 都慢慢看下去 走著招 但是呢 有一件事我始終不明白 為什麼呢 還要信AO呢 上次試過了 那個AO 那時候 港人治港 用AO治港呢 就是很興奮的 做好這份工作 那AO呢 做了最久的AO 雖然呢 就很興奮了 現在要上庭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 最崇敬的 你說我們 才是 我那時候 在香港大學 認識的朋友之中呢 很崇拜他 就是現在在赤柱呢 吃緊王家飯的那位 肥龍先生 是 是 當年呢 是一個精英來的 小王的嘛 一個 柳乃強很多啊 是啊 和那個 差不多年紀的 夢熊大師 和柳乃強先生 是呀 夢熊大師 啊 肥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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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柳乃強呢 就和他 柳乃強是學院的老總 嗯 和肥龍呢 和那個脫人來的 嗯 是聰明來的 但是呢 雄學來計 每個人都很喜歡肥龍 很覺得他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很標稱 尖子來的 我們不說 香港大學 尖子都被年紀抓 最近的警察都被尖子 說另一隻 不算什麼 肥龍的逍遙派 如果沒有記錯 但是呢 你知道呢 AO原來是 不信得過的 嗯 香港呢 最大問題是兩個 第一個 就是原來想接收 解放香港 或者收回香港的時候 是沒有人才的 什麼都回去 就用以前港英的AO 做一下事情 但是問題是AO呢 考試很厲害的 個個的英文很厲害 現在的英文都砍了 中文呢 一般的 但是呢 都有一些少許解 不是說完全沒有解 現在呢 反映出來 就沒有解 兼 屎橋 不知道為什麼呢 還在用AO 現在呢 這兩位呢 女士呢 很專櫃的女士 其實都是AO來的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兩個AO 會 蠢了這麼多 越來越頓 以前的AO 很聰明的 是不是沒有了 英國主子呢 就變成 有這個問題呢 我想請問你兩位 是有這個因素在 因為AO的長處 真的不是在於政治事務 是技術官僚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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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的設計 是這樣的 英國人的管治術 是這樣的 制定政策呢 是呀 他寫出來都很厲害 但是他制定的 是翻鬼錄制定的 你不要以為是他們制定的 他們可能參詳 但未必一定 掛到事 是啊 那他拿著 就寫出來 寫得很好 所以英國人 我記得曾蔭權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改文 是呀 全個政制AO裡面都知道的了 嗯 所有AO寫完的東西 都經過他老人家批語 他真是用一支紅色原子筆 在人家改人的文化 語不改啊 是啊 紅筆來改 好像先生那樣改的 所以呢 他真是 他是一個典型的 改文的AO來的 嗯 但是呢 你說要他出拆 出拆 出謀憲策 出謀憲策 哈哈哈哈 他即將入 是 錯了 錯了 不用了 現在 不要揍人 出謀計策 就不及 消公子 不及 不及 中文大學的 尖指 真的 他們想辦法 一般 但是如果這樣 何解 我們偉大祖國 還要 還要整天 找一些AO出來做 港人治港的領導呢 這個時候是 大話不解 原因是 中國那種 所謂的 政治人才 在香港 是水土不服的嘛 不是我們這邊 用得著 也不是世界上 用得著的 政治人才嘛 你在天朝裏面 就跟著天朝那一套而已 你離開了天朝 你就不成功了 這個很明顯 他們自己也知道 所以 其實習大大不是 蠢了 你以為他們真是西環治港 港就是這樣說 但是真的去執行的時候 你站前台也好 負責做處理的執行工作也好 其實西環那邊 都是沒有辦法的 什麼家夥曹爾寶江第二梯隊 諸如此 一萬世 莫說十世 一萬世都不會有 我們用得著的政治人才 在香港可以用 所以 他們有他們要做的事情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 辦法底下 你唯有繼續重用AO 這個其實 又不是一件壞事 原本 煩了什麼家科 就自從老董開始 每個人都要做大有為 每個人都說 要為蒼生請命 諸如此 那就是PK 因為根本沒有人有本事 做政治決策 出來獻冊的事 大家心水清理 看顧與德那本書 《官商同謀》 諸如此類 香港以前那個玩法 英國人一早已經 漏了張 大家明白了 你跟不上 管治的次訊 是什麼家科呢 就是馬會 回方 然後才到港督 英國人的自知之明 就算你做到廣督 這麼把炮 又如何 你如果不是所有的板塊 談得好 馬會 密室會談 然後被匯豐大班 那個密底算盤 打得響 算得好 談得好 算得好 你這個港督 不是橡皮圖章 丟個印 那個才是真正的三權 三權是小 英國人明白什麼叫虛軍制度 英國人本身的智慧就是 君主立憲 同樣這一套 港督是大了的 三權總攬在手 不過他知道 不合理 所以他其實有權是不用的 港督的權是有權而不用的 然後你們說好數 計算好數 你就自己搞定他 只是這樣來的 這是他的智慧 政務官在做哪個部分 就是準備好一些文件 讓港督去打印 馬會關他春事 匯豐關他春事 吃飯都沒有他份 有他份 就吃飯 不是聊天 兩回事 現在最老鎮 就是整個西九 然後呢 用了馬會關不前面 但是馬會關不前面 又沒有什麼出聲 暗打禮 就變成一條氣 是啊 很多人就說 喂 給那些狗窄地 你做個故宮是好事 做什麼你要柴台呢 其實柴台不是柴台 做不做故宮 是一個程序 這個公務員動的問題 是在調查那樣東西 如果這個人將來做一個領導 他可以走小路 或者走快路 走小路 做一些事情 我們很害怕的 大哥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 將來都是這樣做 這件事情 反而沒有人追究 就將他移了去說 我們不要聽這些叫射尾 八達通 射尾 射尾 射尾去說 這件事是否應該做 這件事我認為是應該做 是好做 但問題是要根懲罪做 然後最荒謬的 那些人就說 根懲罪做 做不成了 很多阻滯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 都根懲罪做 都做不成了 如果你法院 不根懲罪做 審案就很快就搞定了 不用找證據了 不用說那麼多 辯方陳詞 凌英臨臨就可以搞定了 強姦啊 殺人啊 一夜就到位了 那為什麼要搞那麼多事情呢 為什麼有些官司要搞成幾年呢 就因為他要搞程序 為什麼要搞程序呢 因為程序可以表達到公義 他有個公義性在那裡 那些人呢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香港的人 就是想事情 不知道用什麼的器官來想的 使得我呢 真的 聞到一股臭味啊 水平問題嘛 器官 要求太高了 那如果 是不是要加分 要管治一些 水平 未及的人民 這幫香港人都說未及水平呢 如果都不知道呢 我們隔條河的人 香港的水平如何 香港是高水平的 這是兩個世界 大哥啊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我們自己 forum 埋班吃飯呢 在這個 碼頭那個 馬車會 馬會 馬車會 我們上次吃飯 在信德 那次 你不是走進去 吃飯 經過那一班 就是鄰近地區 偉大人民的質素 他都很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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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在那裏 煲飯啊 撩鼻子啊 扭腳趾啊 這樣 你給他們民主嗎 他真的不適合 說真的 對不對 但是你香港 跟那邊 真的有156年的差別 是平行時空 156年其實不是短的 當然不短的 美國立了多久 你想想 什麼 開了埠 開了埠 就175年 嗯 這個 當年在水坑口 英國軍艦上案 就175年 嗯 所以呢 這個 這個這樣的時空裏面 我們已經很囂幸 很拓賴 又很感恩 已經進步到今天 懂得想的 是吧 他們還是有一段時候的 不過不要說 不要說那麼多 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怎樣自處呢 在今天裡面 留一點時候 公子教一教我 應如何自處呢 嘩 高難度啊 這麼失説 又自處 這個問題 這波 這波我覺得 嚴重過之前 六八九也算到 可能更加使得我們 很淋審 不知道怎麼辦 這幾年一定亂來的 一定越來越來越來 不只是教育這麼簡單 每次都像教育一樣 我們怎樣 有辣有不辣 小心 第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忽略了一個 時間因素 就是好像看偵探片一樣 就是未曾講自處之前 剛才說 西九那壇 好像偵探片一樣 大家忽略了一個 很重要的時間因素 就是如果六八九 四十八小時通知下台 西九那壇 是什麽時間 哪個拍板呢 你想想 想清楚 很明顯 不是林鄭牽頭拍板這件事 林鄭是什麽 要負責搞定她 三個字 搞定她 搞定她 那再加一個L字 沒所謂 老闆也有這句 我不L你 你搞L碰她 你搞得碰她 所以要記住 好像偵探片一模一樣 如果你把這件事 不是我幫她卸博 雖然是朋友還朋友 先擺明片 我很認真的 就真的好像偵探片一樣 大家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時間因素 一年前甚至半年前 拍板那個很明顯不是林鄭 雖然她說西九她負責 明白嗎 這件很嚴重的事情 北京那條線 你想想 誰在搞政治工作 明白嗎 林鄭是不做政治工作 她不搞政治工作 她只是執行 所以很明顯 她是負責用她的所謂好打得的手段 很嚴重的事情 問題很嚴重的就是 現在反過來 那條人閃開了 那你就吃正 你現在做的事情 你就自己負責 我看她怎麼拆 次官說害怕還害怕 但是我反過來 另一種想法 當她坐在689個位置的時候 她未必會這樣做 因為她知道自己負責 責責是自己 官到無求 就膽自大 你有求的時候會怎樣 有求的時候會怎樣 有求的時候會八達通 就是五百元 有求的時候她會遷就來的 有求的時候她可以找另外一個柴頭 坐在旁邊和她吃 然後到回力鏢回來的時候 她就又射什麼 旺檢重演而已 那你找那個頂頂的黨劍牌 要真的這麼嚴重 好像黨劍牌 即是孔明正面 都要找一隻草頭 哪一個人做這個 所以你向下掃 後面的一個梯隊 即是一個雷達掃下去 你極其量找一個張建宗出來的 而張建宗的性格 如果次官用一個三國人物來類比的話 張建宗是老叔來的 是橡皮人來的 OK 他不會跟你這樣打麻波 橙角落頭 做一些一定要好打得的 他不會 張建宗這份人 你不要說面皮下 他是很勤力固自然 你從來不見他有什麼行差答錯 那些人 他寧願死頂著都不做決定 但他一定不會做錯決定的人 那些人 所以為什麼 就是 你向林鄭以下 一數的第二梯隊 根本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的人 會做這些事情 而當他考慮到政治後果的時候 他就不會亂來 這麼簡單 除了西九這次 你做什麼 你繼續 你可以把那些很散的東西 不懂得賣廁紙 不懂得八達通 問題是這些跟你管治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你不覺得他反映他常識的水平嗎 其實沒有什麼人有常識的 如果他連廁紙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還有500元給丐幫 他今天可以給500元 給大陸黑衣 他上台才可以給500億給大陸黑衣 厲害 所以萬眾期待要看 就看一個show 什麼時候出門 就是2月7 所謂吹風大會 我比較樂觀一點 我樂觀的意思在哪裡 即使你去見丐幫 我講一代弟子 這個一代弟子 當然是很低的 這個阿婆 不懂得講廣東話 我認為全部都是寫低了 即是說給500元還是給100元還是給1000元 不是他拿主意 是後面那個師爺 你跟他想過 這些人 有一個好處就是 什麼都交給師爺 他看過 看完之後 覺得可行 他就做了 他不會獨立思考 現在經常說 我們說 為什麼我還經常撐住 這個通識課 所以說沒有一樣好 只有一樣好 就是獨立思考 他就教了學生 你說什麼 就千萬不要相信什麼 你要自己想過 是不是你接受 這個呢 真是唯一一個 他的得行得處 你看 那些六角範疇 那些 無話 無話 那些是有錢 又不知為什麼說這麼難 最重要是獨立思考 但是 原來我們的阿爺 太公 一直下來傳統 都是不喜歡獨立思考 甚至乎現在都不是喜歡獨立思考 包括我們訓練出來的這些AO 他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 大部分都不是獨立思考 如果要獨立思考的人 他就做不到AO 是 就死定了 進去兩年都拜拜 做什麼都不行 你獨立思考唯一一個 我認為 香港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我們偉大的消防員 如果那兩個去年 在這個 你明白我意思嗎 迷你倉 他知道獨立思考 知道不對路 他就散了 是 他不會等火場爆炸 是吧 香港很多人 忠心耿耿是不想獨立 包括 當年 很多愚蠢 很多愚蠢的愚 都是 聽命於老闆 不獨立思考 管治 就希望 不獨立思考 現在 香港 就是訓練了一群這樣的人 出來 他們是沒有獨立思考 是不想獨立思考 於是 接受統治 容易統治 要思考的人 其實很少 為什麽香港搞到今時今日 我說 怎麽立心處地 為什麽危險 害怕呢 公子 就是 沒有獨立思考的人 有啊 有者 去完網台 哈哈哈哈 不是 聽清楚 有者 去完網台 其他那些 不是的 多些 所以 阿次冠回到 剛才的老問題 其實 很多陰謀論 可以玩 阿次冠剛才 有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問我 如何自處 那我就不敢說 或者有什麽 良方 看看我做什麽 交課 第一 你要獨立思考之前 你有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先 嘩 腰得很重 你有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你不要獨立 要獨大手掌 你說什麽獨立思考 你連人格獨立都成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自己 有沒有人格都是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自己 有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獨立的生存能力 生存空間 有沒有這件事 想想想 此其一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到底你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 有助別人 可以獨立思考 你也知道我做很多兼職 全部兼職都是搞教育 我都不再詳細解釋 另外還有一個層次 所謂自處的事情 就是 你如何推己及人 社會上還有很多活動 很多組織要搞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主導 或者可以形成某些事情 我不敢說 起碼現在 大家拿著麥克風 言論自由 一人一支麥克風 我依然堅持這件事 大家可以參詳參詳 所以你說要形成一個公民社會出來 就不是某一個英雄 振秘一夫 天下歸心那一隻 這些是很假的 假象 就是看慣政治 看慣世界大局的人 都明白 一個公民社會 不是這樣形成的 你起碼要有一個公民社會 成熟運作得到 你才說 將來去向 所以我就比較保守 向後走一步 如何自處 以上的條件要齊全 所以香港的人 不論身在何處都好 如果真的希望將來有出路 我不敢說現在一定有答案 但我就會反問大家自己 到底有沒有條件去想答案 如果你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沒有一個所謂教育的水平 沒有一個公民社會的存在 連言論思想自由都沒有 連條件都沒有 說什麼出路呢 所以我只是保守一點 說這些 人未而聽的 能夠做的就做這麼多 儘管要問個自處問題 這就有了 我想提一提 因為我其實剛剛從日本回來 我剛剛都回來幾天 人在講的心不在講的 那我上一集 我雲泊都回來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渤齋渤齋渤齋 依然流走溫泉 是 那上一集我做了一個 Facebook live 非常低B 是不是 反應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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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live 你自己做的 好東西 是啊 我又做了一個 是啊 我要 叫阿朱仔 同旁協助 我現在認識做 但你同旁協助 你真是 玩兩次就熟手了 剛才我們開咪前 也很嚇人 女王看著我 不是啊 我剛才那次弄 我也不知道上不上到線 但無論如何 為什麼我講那件事呢 就是 我那時候在日本 是不是 好了 日本對比起香港 很明顯一件事 日本人都好像很惠惠樂樂 日本人 大家都很服從規矩 譬如 踏地鐵的時候 不准用電話 你可以發訊息 你不講電話 不要騷擾別人 不要騷擾別人 沒錯 你可以訊息 你可以看Facebook 沒有問題 但你不要騷擾別人 不要響 對 沒錯 所有事情 都好像要講集體意識 很和諧 對 大家都很和諧 但為什麼一個這麼 鄰近也很喜歡笑別人 不斷地鞠躬 不斷地鞠躬 不斷地 是是是是的地方 會有這麼大的創意 和這麼大的推動力 這一個就是經頭詩兩位高人的指點 我突然之間明白的 就是因為公民社會那樣東西 因為它可以有一個很大的 又是去分國社會的字 就是厚積莫法 它由底一路向上升 所以它一個決定出來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人的決定 而是集體意識來的 集體在一個collective的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集體意識 對 集體意識 去同意 因為並不是香港這個 強烈的被施力分化 有共識才可以做到事情 沒錯 即使在日本的地鐵 大陸人進去 他很長時間上來 他就跟你說 講電話是我的自由 是我的人權 你回大陸 你夠敢跟你講人權 對不對 但是日本他不跟你爭論 因為他尊重你本身的system 是這樣的 是的 我不用電話的同事 你也不會用電話 所以這件事情 被視為是專制 但是香港現在 大家那種 好像表面上很有教育 很有獨立意識 高度的個人主義 以及獨立思考 但是其實 是因為你不是一個公民社會 你並不是由下推向上 得出一個共同的position 其實一向社會學家有分析這件事 呂皇要提及 大家有空就拿回這一本 金官徒的輕盛與危機出來揭揭 你又明白什麼事 這件事 其實孫中山都一早就有說 為什麼中國人會一盤散衫 中國人的社會 一個文化的凝聚 雖然儒家文化很強的一件事 問題是 那一個很過癮 就沒有轉化成為 所謂政治社會的水平 你家人裡面怎麼和 是一回事 你不能夠將那些家會 成為一個國 這個最大分別就是這件事 民族國之前 一個社會 那個組織都沒有去到 是啊 沒有去到 所以為什麼那個說法呢 那個說法就是 中國人是有家無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謂那個社會也好 那個國是怎麼來的呢 是從上而下強加下來 社會學上的定義 就叫做脆性的聯繫 是拍得散的 日本那種是由下而上 是由社會形成一個共識 匯聚形成一個社會政府的運作 因此它是一個叫做銀性的融合 因此你看看日本人的所謂和諧 和中國人的所謂和諧 你很明顯其實那個本質是很不同的 雖然大家都在說儒家那一套 問題就是人家那一套 真的從內而外 大哥 中國人那一套是由上而下的 所以你看得出那個分別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經常就是 反而始觀講的老問題 其實你很難再很有創意 還是做了太多所謂自處的事情 你看看現在香港的情況 以及南宋面對蒙古的鐵蹄的時候 你看看分別在哪裡 不一樣是這樣 因此如果你說捱山之後 沒有中國的 那就麻煩你想想 你捱山之後還有沒有香港 所以說次觀醒目 他現在就如居加拿大 因為歷史上有一個很過癮的個案 也很淒涼 但大家忽略了這件事 就是當年波斯帝國的鐵蹄 一樣是踩進去希列半島 將雅典掃平一把火燒光 不要看電影就以為戰狼三百這麼神奇 那些只不過是傳說 是有這件事 但沒有轉變到的大局 波斯大軍依然橫掃希列 將雅典城一把火燒光 但有一個分別 就是統一了希列各個小國部落 此其一 但如何希列是回頭復興的呢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當年希列有一位很出色的將軍 他意識到這件事 於是他一早已經建立了一個很強大的艦隊 在兵臨城下的時候 他是撤僑去了海外 因此希列之所以能夠復興 並不在於本土反抗成功 而是在於雅典那隊海軍 是可以保存到希列的實力 在這個強敵脆弱的時候才反攻 所以就是那句 你有這麼強硬的公民社會 你就可以有前途說 你沒有了這個前途 說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為什麼呢 我不會想太多很有創意的事 我就比較保守的 次官這就高明了 在海外現在他 我是因為家小而已 我是逍遙派 即是一樣東西都是逍遙 總之不要黏身就算了 當然廣大最厲害的就是逍遙派 次官你又自暴身世 是呀 他們那些女性不喜歡聽那些逍遙派的說話 不性感 不激情 不性感 平時我很逍遙 為什麼呢 是逍遙派 就是這樣 今天說了幾個 年初一有些感覺 所以今天也不錯 開個好年 時間夠了嗎 夠了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 大家要聽明晚 明晚次官會有一個 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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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順 四零獸 四零獸 好順 四零獸 青龍白虎 朱雀元武 嗯 希望大家給點意見 新年新春頭 再恭喜大家 新春愉快 恭喜恭喜 恭喜 大家明晚記住 11點半聽次官Solo 如是我問 好 還有聽有問題留言 OK 拜拜 拜拜